路走了44年 方向却不止一边 行装偏爱黑色 内心却仍是此间少年 故障48页 但每个终点都值得赞颂千篇 旅程左右万里 时差却最多一天 世事上下千年 却偏要说出瞬间 2013世界依旧很大 大到可以小说 好 各位小说的观众大家好 说了好多好多好多日本啊 但是看来大家还一直都很感兴趣 所以很高兴 再接下来大概会说 一个系列四五七的俄国 但是在这之间呢 跟大家开一个有趣的系列 叫做这个望人列传 咱们这小说说到现在啊 几乎没有讲过人 因为我老觉得一讲人 就变成了这个传记 或者叫历史上今天之类的这种 通常不讲人 都是讲事好玩的事啊 国家呀历史啊 时代等等这些事情 偶尔讲个林徽音 但是极少数啊 因为大家实在太感兴趣 这次开一个这个列传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啊 这个望人越来越多 望人通常都是在这种时代会出现啊 所以在望人越来越多的时代 我们开一个望人列传啊 就当做历史 大家不老说是镜子吗 其实历史啊 大多数是哈哈镜啊 别乱照 这个照出来或者叫那个破镜子啊 因为什么人从历史里 剪出个破镜子来 都可以照两下 有什么历史观点的人 都能从历史的这个破镜子里 找出两片来照不照吧 所以通常来说 咱们不要随便拿历史张镜子照啊 但是这望人是确实是在历史里面啊 层出不穷啊 所以今天拿来说说 大家来警惕一下 先来讲讲什么叫望人呢 最简短的啊 字典上说 这个无知而妄为者 无知当然看有很多角度啊 但是至少是对自己要干的这事 可能不是很了解 可能其他的可能知道很多事啊 但是妄为这很重要 这个再有一个解释叫说 为了达到名利 而采取极端的生活态度 这是一种妄人啊 不是真正大明士啊 大明士采取那种生活态度 人家眉眉名利 再有就是韩玉曾经说过 这个煮水银要得长生不老药的这种人 就是望人的一种表现吧 所以大家想想这些人啊 我们古今中外挑几个 跟大家来聊一聊 今天首先聊一个 路易蒙巴顿 这个人稍微有点历史或者战争 这个知识的人通常都知道这人啊 有历史知识至少知道这是最后一任印度总督 是他导致的这个尹巴分治 印度独立 白斯坦独立 战争知识多点了 至少知道他是二战期间的盟军东南亚总司令 再多一点 说这蒙巴顿 这好像听说过 就是现在女王这老公 也叫蒙巴顿 再多一点这个政治支持的 说现在英国这王朝 大家这王朝都有个名字啊 什么哈布斯堡王朝 什么波旁王朝 现在这英国这王朝叫什么王朝呢 现在英国这王朝名就叫做蒙巴顿温莎王朝 所以蒙巴顿这名字啊 频频出现 但是最主要的这蒙巴顿啊 就是这位我们要讲的路易蒙巴顿 这叫路易的人多极了啊 在西方 但是妄人也很多 因为我想到这话题 我也想到这路易 突然想起好多个路易都能称为妄人 但是不值得大讲啊 提两句 这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本身就是一种妄人的行为 就是一帮西欧蒙媚的屌丝文王 然后非要去以宗教为名嘛 实际上就要去抢东西 抢谁的东西呢 去抢当时最最最最最高度发达文明的这个穆斯林世界 当时的伊斯兰世界跟今天不一样 当时是那个世界上最繁荣 最文明 最发达的 远比西欧那蒙媚的黑暗时代要发达 所以一帮妄人去抢东西 一共打了九回 除了第一回初七步以赢了一回 后八回都被穆斯林打得屁股尿流 被伊斯兰世界 其中这个第七回跟第八回 就是一叫路易的法王 大家知道法王路易十三喝酒的人都知道啊 这是路易九 这路易九没有酒 他就叫路易九世 这路易九就是其中一个妄人 非要去打人家强大的这个穆斯林 结果到了埃及 第七次的时候就他统帅 结果到埃及全军父母被服 被服以后花好多钱来赎他 法郎就是那时候诞生的啊 花了好多金法郎来赎他 赎术以后还不服 第八次十金中正 要是他统帅又去了 本来都被服了还不服 结果就死在那 死在北非 这是一位路易啊 路易九世 另一位路易就比他有名的多了 因为我们的革命导师 写过一篇这个著名的文章 叫路易波纳巴的5月18号 这个过去学历史的人都知道啊 讲的就是这个拿破仑三世 拿破仑三世的名字叫 路易拿破仑波纳巴 这波纳巴就是拿破仑他们家的姓 这个这路易为了让 让大家都知道自己是拿破仑的侄子 所以就把自己名字里 他原来是路易 还把拿破仑他伯伯的名字放里头 所以叫路易拿破仑波纳巴 这拿破仑三世 也是一点型的妄人 从小就老想当皇帝 其实离他还远着呢 但是妄人啊 有一大好处 就妄人有坚定的信念 就觉得我一定能行 其实拿破仑的这个皇帝的这个继承权 拿破仑自己有儿子 罗马王 有哥哥约瑟夫 有弟弟 就是他爸 路易波纳巴 然后有他哥哥 叫拿破仑路易波纳巴 他叫路易拿破仑波纳巴 可见这全家子就 就因为有这名拿破仑的叔叔 这名字里全都有拿破仑 结果他这不停的鼓道 最后注意大家都死了 他觉得该他了 他去居然发动这样的政变 就把自己化妆成拿破仑 戴着拿破仑那帽子 然后弄成拿破仑那样子 跑到这个斯拉斯堡的军团去演讲 说我们起来要怎么怎么着 然后结果被扭送公安局 年轻的时候就这样一放人 然后终于在各种各样的乱世中 那时候大家看雨果的小说就知道 那天天没事巴黎就不弄接壘打仗 雨果就是后来这个 本来特别喜欢这拿破仑三世 就因为他还挺聪明挺能折腾 而有坚定性点 后来就因为真是一枉人 雨果看清了他 唾弃了这拿破仑三世 尤其是拿破仑三世在位的时候 火烧了圆明园 雨果曾经愤怒的写过一篇文章 说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万元支援圆明园 这拿破仑三世后来就利用法国的乱世 推翻了不方王朝 又来一个王 然后又推翻了 就变成共和国 我就不讲了 因为今天主要不是讲他 总而言之最后他竞选当了总统 然后就废掉了共和国 自己当了皇帝 终于当皇帝了 当了皇帝又干嘛 那妄人永远是高看自己三党 我觉得妄人有一点 就高看自己三党就要妄人 高看自己一党就正常人 高看自己两党有点疯 高看自己三党 终于当了皇帝干嘛 那欧洲不是大通婚吗 所有的欧洲皇族贵族之间大通婚 一会儿讲咱们这正牌 路易摩巴顿的时候 就要讲到这问题 于是就到处去征婚 结果全欧洲的所有的宫廷 所有的贵族 没有一个把女儿嫁给他 人说您这波纳巴皇族 波纳巴皇室也叫贵族吗 一共就是您伯伯 自己都称帝 当了十年皇帝 然后就再也没有了 您就是一三世 说我们这都是世世代代 多少代的 有家谱的 谱系的 这学历留着这边的贵族 那边的公爵 那边的王 那边的皇帝 全欧洲没一个贵族嫁给他 最后只能去了一个 辗转大概 就像人家挤的张爱玲 说张爱玲要算贵族的话 相当于一只鸡 扔到太平洋里 在上海就喝鸡汤了 就属于那贵族血统 极小极小的 从苏格兰那辗转过来 有那么点血统的 就去了一个 也认为自己是皇族 伯拿巴皇族 但是伯拿巴皇族 一共就出过俩皇帝 结果就是因为他最后 妄人还特别干一事 叫御驾亲征 大家看到中国自古也是 西方也是 最后又御驾亲征 结果跑到复发战争 大家都知道了 跑那全军覆没 然后自己也被俘了 在色当 然后自己被关了一辈子 这就是一个妄人的下场 当然他这妄人 还有点有意思 跟这后边这个 我们要讲这个蒙巴顿 有点像 就是他的爸爸 是拿破仑的弟弟 他的妈妈 是拿破仑的老婆 约瑟芬皇后的女儿 这太有意思了 因为大家知道 约瑟芬皇后 嫁给拿破仑的时候 是带了俩油瓶 一儿一女 是先嫁给一个人 后来那人死了 于是嫁给拿破仑 所以带了个女儿 结果拿破仑居然让 自己老婆的女儿 油瓶 嫁给了自己的弟弟 于是这拿破仑三世 怎么叫呢 他管皇帝 叫伯伯 管皇后叫姥姥 因为皇后的女儿 嫁给了他爸 所以这个非常复杂 好 下面我们来说正题 来说这个路易蒙巴顿 这蒙巴顿是少见的 像贾宝玉说 生下来含着金钥匙 含着快玉 大家说含着什么出生的 像这个蒙巴顿这种 生下来至少含了 八把金钥匙的 这种大贵族 是极少见的 就是他 这边是维多罗女王之戏 那边是巴腾贝阁亲王之戏 就是中间由于这个通婚 极为复杂 他的祖上 这个都复杂什么程度 他的亲的老爷 就是他的外祖父 就是他的爷爷的堂侄子 大家这都不是一辈的了 他老爷是他爷爷的堂侄子 他的叔叔 娶了他妈的姨 他妈是维多罗尼亚女王的外孙女 这个我稍微讲一下 维多罗尼亚女王 维多罗尼亚女王 号称欧洲甲母 这之前我给他提过两次 一共九个孩子 就几乎统治了所有欧洲国家 就一战开战的时候 英王是维多罗尼亚女王的亲孙子 德皇是维多罗尼亚女王的亲外孙子 俄国沙皇是维多罗尼亚女王的亲外孙女婿 基拉国王是维多罗尼亚女王的亲外孙女婿 这个瑞典国王是维多罗尼亚女王的亲孙女婿 罗马尼亚国王是维多罗尼亚女王的另一个亲孙女婿 这个维多罗尼亚女王还有一个外孙女 就是这个蒙巴顿的骂 近亲结婚 不符合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啊 符合欧洲传统 五世纪末到十世纪末 有个法兰克王国特别上达 占据整个欧洲 最后分裂成上个王国 就是后来的意大利 法国 德国 他们的国王是其用地 在往后 为了保持学童顺征 他们之间就开始同婚了 那为啥他们可以 我们就不可以呢 近亲结婚不好啊 就因为近亲结婚 欧洲王是六星种病 学友病 这学友得了啥病 是学友得了这种病 少有碰撞就出血不止 那可惨了 得天天带着创可贴 最早得这病的人是谁呢 就是达民鼎鼎鼎的 印国女王维多利亚 他加给了他表哥 而且一下剩了九个孩子 五个女儿 四个二的 维多利亚带了血友病的基因 这四个二子里 就有上个患有血友病 那就都别结婚了 免得害人 他们也不知道啊 难打张婚 难打张家 后来这五个女儿 又加给了西班牙 若果和欧洲的其他皇室 他们剩下的小王子 也都有血友病 冤有头 债有主 罪魁祸首 还是有血友病基因的 维多利亚女王 跟新奇结婚 没关系 有关系 再举个类的 生物学家达尔文 和表明结婚 现在来开的 徐总上个要遮 剩下上个终身补育 达尔文这才知道 经细结婚 印象后代 还把这三写进了论文呢 跟牛顿比起来 达尔文这个发现的台价 也太大了 所以摩巴顿管欧洲 所有的皇帝 他十几岁的时候 就是不是他的叔叔 就是他的姨父 就是他姑父 就是他的各种各样的 或者后来 所有国王都变成他表哥 所以他就是 这样一个含着 他至少有 七到八个欧洲王室的继承权 当然不排第一 他有英国王室继承权 他就排在 德皇威廉二世的后面 就该他继承 达尔这夺斗 德皇威廉二世 还有英王的继承权 大概排在第六还是第七 他就排在那个德皇后面 他同时还有 德国的大量的贵族 比如说 巴腾贝阁亲王的继承权 还有希腊国王的 能排到多少个 他是继承权 他至少 包括丹麦国王 排到多少个 他能继承 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为什么这个贝阁 那个等等 这欧洲的大量的王室 姓德国姓的占多数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德国很晚才统一 普法战争之后才统一 德国统一之前 德国一共分了230多个诸侯 这230多个诸侯 就230多个小国 每个小国它都有贵族 甭管你是公国 还是侯国 还是伯爵国 大公国 王国 普鲁士 都有贵族 所以大家在大同婚中间 一不留神就跟德国掺货 一不留神就跟德国掺货一起了 一不留神就改成德国姓了 维多利亚女王 嫁的就是一德国贵族 所以他们家本来就姓德国姓 到了1917年的时候 这英国王室 因为一战中然跟德国打得太惨烈 英国王室说 我不能再姓一个德国姓 我要改成一个英国姓 所以英国王室把自己的德国姓 从维多利亚女王那传下来的德国姓 改成了姓温莎 这温莎是什么地儿呢 就是英国的皇家所在地 就他们家就住在温莎堡 他们家的孩子们都出生在温莎堡 出生在温莎堡的孩子里 就包括路易蒙巴顿本人 结果他们家一看说 呦 这个皇帝家都改名了 国王家就改成叫温莎了 他们家也改名了 他们家原来姓巴腾贝格 我觉得咱们这翻译啊 这个很混乱 翻译成各种各样都有 比如说这berg 我们有翻成贝格 有翻成伯格 有翻成宝 其实你看这仨都是一个意思 都是berg berg什么意思 就是山的意思 巴腾贝格亲王 改成了叫蒙巴顿 大家一听这翻译啊 觉得毫无关系 怎么来这么些 大家如果看原文 看英文 就立刻就知道为什么改 因为berg是山的意思 他们家叫巴腾贝格 就是巴腾山的亲王 蒙巴顿这个词怎么念呢 叫Mount Button 还是这Button 这Button留下了 把这山从德语变成了英语 因为Mount 就是英语的山的意思 Mountain嘛 所以Mount说前缀 后面那个词 就是山的名字 所以Mount这个 Mount那个 就是这个山 那个山 所以他们家原来叫 Buttonberg 巴腾山 是德语的 后来把berg 德语的变成了英文的Mount 所以叫Mount Button 叫蒙巴顿 就是这么来的 其实是没改 就是翻译成英文了 所以他们家就姓了蒙巴顿 好 这蒙巴顿呢 从小养尊处优啊 这就不说了啊 口里含着这么多表哥们 天天跟表哥们一块玩 他这表哥 这一个大表哥 就是爱德华八世 就后来这个 娶了美国寡妇退位的这位 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这位 这个国王啊 当时还是威尔士亲王 天天跟着他一块玩 二表哥 大街吧 这个大家看 那个King Speech电影都看见了啊 二表哥 约克公爵 就是后来的 代替了爱德华八世的 这个乔治六世国王 所以天天就跟他们一块玩 这英国通常是太子 叫威尔士亲王 太子的大弟弟 就二儿子吧 就叫做约克公爵 所以后来 威尔士亲王 这查尔斯王子 他弟弟也叫约克公爵 这是他们 不定的这些爵位 就是这么传下来的啊 然后西班牙国王 从他爸这算是 他表哥 从他妈这算是 他衣服 这个总而言之 也是他们家的 所以天天跟着这些国王 什么一块混着 然后丘吉尔 丘吉尔也是贵族出身啊 这辗转的 也跟他们家有点关系 总而言之 丘吉尔是他的保护神 他到哪 丘吉尔就出来说 你看这是我小兄弟啊 怎么怎么样 他在剑桥大学的时候 他组了个俱乐部 大家知道贵族到了大学了 一定要组俱乐部啊 而且一定要挑人 这个俱乐部都有自己的章 得挂着这个 才叫贵族 他建下来组织一个辩论俱乐部 辩论俱乐部 经常能把丘吉尔请来 你想想大家都说 哇 蒙巴族你太厉害了 你打一电话 丘吉尔 第二天跑大学来检讲来了 就相当于现在的 咱们的大学学生会里 是有一夫二代 说我们给你请谁谁来啊 然后学生会说 你来当主席吧 你太厉害了 你打一电话 谁谁谁都部长 都跑不下讲课来了 这个就属于这种养尊处优 哎 但是英国贵族为传统 就必须参加海军 因为皇家海军啊 是英国的最光荣的东西啊 所以所有的王族啊 所有的贵族都要参加皇家海军 丘吉尔也参加过啊 这个大家看到查尔斯王子 包括威廉王子等等 都在皇家海军服过一 所以他也皇家海军去服一去了 就赶上正好打仗 这望人啊 一定要生在好的时候啊 不生在好时候 就玩虎子弟玩一半就完了 就望人就 没地儿去望去 一定在关键的历史舞台给你了 才能跳上去表演 这个咱们今后讲的望人 什么康有为啊什么 都是舞台来了 才能跳上去表演 就舞台来了 开战了 二战 于是他当了一个驱逐舰的舰长 他拿驱逐舰当什么呢 当过去的公子王孙的 叫仙一怒马 当现在的这富二代的叫跑车 他拿驱逐舰当这个 就自己驾着自己驱逐舰 上来第一次驾驱逐舰出海 人家说设计航速就35节 一节就是一海里一小时的意思 一knot 就是差不多1.8公里一小时 所以35节 就是这航速就到这了 他非要跟人飙 最后他一直开到38.5节 差点给军舰开坏了 就跟现在的富二代飙车 过去的公子王孙飙马一样 然后人家所有军舰打仗 都涂成灰的 因为海是千灰的 尤其英国那千云低垂的北海 他非给自己军舰涂成粉的 这简直太像顽固 大家想一想 这粉的跟他的性取向有点关系 他是一个相当明显的双性恋 所以他跟他老婆结婚以后 他自己写了 他说我跟我老婆的整个婚姻生活 就是各自爬进别人的床 因为他是一双性恋 他老婆也不管他 他也不管他老婆 于是他居然把他的军舰涂成了粉的 你想多么胆大妄为 他在做军舰的名字 就被海军体验昵称叫Pink Lady 就是粉姑娘 然后他的这种粉色 他自己涂的就像这粉色 就叫蒙巴顿粉 叫蒙巴顿 Pink 就是说他标心力也没人管他 他这么一大姑子哥 谁管你啊 海军里都是贵族 英国海军里贵族特别多 包括在新加坡 被日本集成的两艘最大的英国的战略舰 当时舰队司令也是一什么亲王之类的 所以大家谁不管他玩去 然后他就真的要参战了 就是带领了一艘叫凯利号的驱逐舰 干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首先在军令非常严格规定 在那样大风的情况下 海浪巨大情况下 英国皇家海军是有严格纪律的 在大风浪下为了保护军舰 那个风浪规定只能开十四届 才能保护军舰 他不 他开二十八截 在大风浪里开快船 就是为了让自己爽 结果把船弄坏了 这在英国皇家海军里 就已经要撤职了 不但没撤职 继续玩 紧接着他玩了什么呢 又出了水雷 又玩了什么呢 又高速航行 跟他们自己另外一艘转转一块了 就这转一块了 这事在英国皇家海军里 本来也是绝不允许的 也应该撤职 又没撤职 于是这个又去战斗去了 然后又被德军两发鱼雷击中 然后又负了重伤 军舰负了重伤 又换了一艘军舰继续打 跑到地中海去 在科与特周围的时候 然后最后终于被德军击沉了 德军击沉以后 由地中海舰队总司令 二战期间 英国皇家海军 最受全世界认同的 最受盟军爱戴的 就是叫坎宁汉上将 坎宁汉上将是 在英国皇家海军里德高望重 是地中海舰队总司令 由于他在地中海 完全遏制了意大利的海军 而且把维系法国的海军 就是后来投降了德国的 完全控制住地中海 地中海在坎宁汉上将的指挥下 是达到最好的一个战区 而不像大西洋被狼群战术 什么什么地方 都打太平衡印度完就不说了 被日本打拼去了 所以坎宁汉上将 是英国皇家海军 最有威望的将领 专门给他写了一评语 就是此人不可用也 坎宁汉上将 根本就不在乎 什么你贵族 人家说好好好 这哥们完蛋了 被坎宁汉上写了这种评语 军舰也被击沉了 坎宁汉就退伍了 结果不但没退伍 升为将军 这个很神奇 在写了这样的评语之后 他不但没有退伍 而且升为将军 只是他不当舰长了 说您就别当舰长了 您这个海上当舰长 不是您专场 您干嘛呢 指挥一个联合司令部 干脆你来策划在法国登陆吧 因为他就跑去 本来一个舰长 又跑去指挥在法国登陆 因为他就策划了一个特别失败的 就农曼内登陆之前 实际上英军曾经在法国登过路 这个叫第二普战役 第二普战役是一次极为失败的 当然了也总结了丰富的经验 极为失败登陆战 就是由咱们这位路易蒙巴顿来指挥的 然后他咋也不心疼 这叫宰卖爷田不心疼 就儿子卖这个爸爸宰上来的田 他才不心疼 而且上路的全是加拿大部队 加拿大那时候是英国自治领 当然也派军队 这个母国出了事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南非 印度 所有这些殖民地自治领 全都派军队来 所以最后派了加拿大部队 去第二普登陆 第二普又是一港口 交通四通八达 结果一登陆 德军定了光老全来了 就打了一天 第二普登陆失败了 四千多 加拿大军队就死了一半 然后剩一半被俘 一个大失败 德国高兴死了 狂宣传 这又是他的一个杰作 说干完这事之后 这就不能再干了 该撤职了 结果不但没撤职 而且还进入了总参谋部 成为英军的最主要的将领之一 当然了 当时没有给他实权了 说得了 你舰长你也甭当 你也别去指挥登陆了 您就到这个英国总参谋来吧 成为这个英国总参谋部的 最重要的幕僚之一 又干了一什么可笑的事呢 就英美两军 在魁北克开大会协调 就两边的总参谋长 两边的所有高业将领都来 两边的领袖也来 就是两边的所有的军队 在这开会 说协调英美两军的动作 这哥们干嘛呢 在有一天开会的时候 突然掏出枪来 冲墙上 啪啪开两枪 大家都傻了 说这蒙巴顿大人 您打算干嘛 说你看 我打了一枪 这个墙上的兵 这个兵碎了 我打了一枪 墙上的那个兵 那个兵没碎 为什么呢 这是我今天要教育大家一件事 就是拿冰可以做航空母舰 不需要用钢铁了 钢铁产量又低 然后大家又费劲 然后还要造登陆艇 说拿冰做航母吧 所有英美海军将领全都傻了 然后英国的高业将 都觉得好丢人 说我们这怎么来 这么一哥们 然后美国将领都傻了 看着说这英国 您这英国这位 这位老爷 怎么突然想出拿冰做航母 大家想想看 航母上的弹药 航母上的发动机 航母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发出大量的热 且不说这个几十万马力的发动机 这飞机上还有发动机 还有弹药 拿冰怎么做航母 他说你看 我为什么这一枪 没有把这个冰打碎呢 因为我帮冰里加了一些木屑 加一些木屑 这冰就不会碎 然后到处向英美两国 这个领袖去推销 他这冰航母 最后大家都躲着 这哥们有点病 这哥们忘人 咱别理他 拿冰做航母 然后开到印度洋怎么办 开到太平洋作战怎么办 在北大西亚有可能能动两天 拿冰做航母 真是异想天开啊 异想天开的武器多了 举个雷了 你看 这是二代时期 灯火的一种武器 凤炮 它可以把性气和氧气 混合装进炮筒 使用搞压 把气体从喷嘴喷出去 别逗了 这不就是给资源车 打气用的打气筒吗 怎么是武器呢 可白小看这个武器 我告诉你 凤炮能把100米远 冰块25毫米的放木珠 轻松打断 可飞机飞得那么快呢 这东西能打得着 这个确实打不着 所以掩饰日员 做了很多改进 还把高压期 变成了彩色 结果呢 打着了 还是打不着 白费劲了 德国文艺对 站在地上打飞机 还是很执着 所以他们又发明了 龙卷凤号 龙卷风 都能打出来 可以啊 科学家把煤粉和氧气混合 让它们缓慢燃烧 最后在某一时刻 就会形成龙卷凤 科学家 使用这个龙卷凤 攻击滴剂 让滴剂死空 最后聚落下 还是这个厉害 龙卷凤 在地上扫过来扫过去 总是能打下一架飞机 哪那么用意啊 龙卷凤才能时间很短 飞机费力又快又高 想打到可不那么用意 经过多次实验 发现更能不能进入飞机 所以龙卷凤抛 也出动能寝了 要是现在打仗 我们根本就不用怕飞机 啊 为什么 天上都是雾霾 什么飞机敢靠近啊 这个时候突然发表一个任命 什么任命呢 全体英国军队都惊了 叫东南亚盟军总司令 这是一个什么高级的位置 整个二战期间 全部的战场 环球的战场 一共才分成了这么几个战区 太平洋分成俩 这个太平洋战区 尼米兹美国海纪上将 这个西南太平洋 麦克阿瑟上将 这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 欧洲就一个战区 艾森豪尔将军做统帅 英国呢是为了争夺说 欧洲都让你们美国人当统帅了 这东南亚整个这个盟军总司令 东南亚可是从印度开始 从印度到缅甸 到法属印度之大 一直到印尼 整个这么广大地区 都属于东南亚战区 然后这个谁来当 英国人已经换取英国人当 欧洲的美国人来当 东南亚英国人当 蒙巴顿可是在 坎宁安手下被处分的时候 才升了准将啊 这之前是一驱逐舰的 驱逐舰的舰长 是一上校 以这么浅的资历 当时年仅42岁 就跟我差不多大 在他前面资历深的将领 至少不下10个 当时推荐的各种人 包括英国在中东的总司令 维贝尔 美国人又觉得 是不是有投降主义啊 尤其是推荐了坎宁安上将 坎宁安上将是英美两军 都特别崇敬的英国的 这个海军上将 坎宁安自己不去 说我必须镇守地中海 这是英英帝国 最重要的战场 我不去东南亚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呀 我也不跟亚洲人来往 然后各种各样的将领 提出来这个被否了 包括空军上将特德 丘吉尔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说这个不行 那个有问题 然后最后大家就问 这首相丘吉尔 说您觉得这也不行 是那也不行 到底谁行 您说一个 所以丘吉尔说 我觉得蒙巴顿不错 这蒙巴顿 以这么浅的资历啊 年仅42岁 居然在丘吉尔的 当然国王更没什么意见 国王本来也没什么实权 再加上国王本来 就是他表哥 天天从小一块玩 这乔治国王 于是全军震惊 当时确实出现了 谴责乔治国王 因为最后的命令 要国王签署 谴责了乔治国王 任人为亲 谴责了丘吉尔 但是没办法 人家就是这么硬 亡二时代 就这么厉害 人家居然越过了前面 那么多老将 上将 元帅 自己跑那去 当东南亚盟军总司令 为了给他到那 有相符的军衔 专门又授予他 英国陆海空军三军中将 因为他太年轻 受上将实在受不了 但是呢 为了他能指挥 当时东南亚的所有军队 所以他同时 是为授予了海军中将 陆军中将 还有空军中将 就跑那去了 跑那以后 打的是一塌糊涂 大家知道 东南亚大溃败啊 宝国还得叫中国来救他 还来两回中国 但是这人长得一表人才 这蒙巴顿是又高又帅 真正的高帅富啊 就身上 无数的贵族头衔 大家如果看维基百科 他那英文的维基百科 下不光头衔 我们认不出来的 就十几个 这简直搞不清楚 怎么回事 然后来了两次 这个蒋介石在他面前 又瘦又小 何颖心跟他握手 说摘到他腰 什么的 然后宋美龄 千家百妹在他眼里 然后 当然东南亚大溃败 这唯一的一次胜仗 在印度 英帕尔战役 大家知道英帕尔战役 要不然日本就打下印度了 就在英帕尔这地方 拦住了日军 其实是斯利姆将军打 他在那捣乱 他捣什么乱呢 没到命令 斯利姆将军下完了以后 他就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到自己的命令上 也就下一遍 然后每天大家都特别奇怪 说怎么斯利姆将军 在前线总指挥 已经下完命令 咱们的蒙巴顿总司令 又下一命令 而且一模一样 什么意思呀 然后其实他就讲的什么 这就是旺人 旺人特别想在历史里 把自己写得特别好 他就说 哎呀指挥 反正你指挥 我也不会 我是海军将领 不会打陆战 但是呢 我把这命令复制粘贴一遍 然后这不在历史记录中 就是我下的命令吗 最后在档案里 是我下的命令 最后他的参谋长 英国贵族们 是有非常高的荣誉感的 他的战区参谋长 最后不干了 严厉的伸斥了他 参谋长伸斥总司令 他参谋长都比他年纪大 他都在四日出头 说你这么干 严重违反了英国军队 这个皇家军队的荣誉 以及违反了这个战场纪律 他还特别爱越级指挥 他在第二谱登陆的时候 干了一件事 就是自己越级指挥到一个营 然后最后导致各种失败 然后最后参谋长说 你坚决不能这么干 你要这么干 大家都不打了 他自己又觉得特羞愧 他毕竟他不是一无赖出身 他毕竟是 他还不是康有为 他毕竟是 蒙巴顿伯爵 于是他觉得自己很羞愧 于是干脆也不指挥 说那你们打吧 他本来司令部在德里 印度的首都 自己跑到斯里兰卡去了 度假去了 把司令部搬到斯里兰卡 说好好好 你们不让我管 我就不管了 你们打吧 结果英盘是打胜了 但是所有的胜仗 都跟他没什么关系 他折腾了半天 最后最崇高的荣誉归了他 在新加坡 他以东南亚盟军总司令的身份 在新加坡接受60万日军投降 日军在东南亚的几乎所有军队 向他投降 向他交出军刀 他其实最适合干这事 大家如果看照片跟影像资料 他在那个小日本面前 是绝对体现了大英帝国 贵族那种威严 他又高又帅 然后气质高雅 所以以后这种人 就是专门用来接受投降最好 打仗的时候就别他去了 所以新加坡受降 是他的人生的 还不是最高峰 那已经是很光荣了 大家想想 麦克阿瑟 五星上将在东京湾受降 蒋介石在南京受降 然后在大家分别 在不同地方受降 然后英美大统帅在柏林受降 结果他在新加坡受降 也是世界几大受降 全世界瞩目之一 光荣极了 没完呢 荣誉还没有到顶 这个事完了以后 他出任了大英帝国 最后一个印度军度 大家知道 印度是当时大英帝国 最大最大的殖民地 包括了现在的印度 白亚斯坦 蒙加拉 赫什米尔等等 整个南亚实际上就都叫印度 这个英国的殖民地 他不但出任了最后一任印度总督 而且他还是父王 就是父的王 印度的王 当然是这个国王或者女王本身 他出任父王兼印度总督 这已经到了人生的最高潮 所以大家知道 总历史的人知道 这个印度独立的这方案 印巴分制的这个方案 就叫做蒙巴顿方案 就是由他在那草拟了这么一方案 这方案导致了 接下来的三次印巴战争 导致今天印度跟白亚斯坦 还在这个克什米尔对峙 就因为这个方案 留了很多后患在那里 导致印度跟白亚斯坦 分开的时候 白亚斯坦分了俩 这东边一个东白亚斯坦 西边一个西白亚斯坦 中间隔一印度 然后北边还有一个 不知道属于谁的克什米尔 他自己说 说让那些王公自己投票吧 愿意归谁归谁 你这就是给人家买货根 那结果是 人家那克什米尔人民里面 大多数人民是穆斯林 就想跟着白亚斯坦 但是那王公本人是印度教的 他又想到印度 他说的容易 他也没什么经验 他说你们一投票不就好了吗 谁愿意 就是英国的民主吗 这个大家一投票 你愿意跟白亚斯坦 你愿意跟印度 你跟 结果克什米尔 因为这个特殊情况 人民想跟白亚斯坦 王公想跟印度 导致两边一直打到现在 导致三次一霸战争 最后东巴又独立了 变成了蒙加拉 导致整个南亚大陆 一片乱七八糟 就是他这蒙巴顿方案导致的 当然了 对我们有一大好处 导致了白亚斯坦 由于有强大印度在旁边 天天要跟他干 导致得找一大哥 所以就找了我们 所以咱们叫巴铁吧 咱们最铁最铁的兄弟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先选宁城的友谊的白亚斯坦 就是因为他这方案 导致了南亚的局势 当然了 也给我们输了一敌 就是印度 觉得老说你巴尔巴尔斯坦 大家印度跟我们有边界问题 这是他最后的所谓的攻击 他当印度总统 还发生一个绿帽子事件 就他的老婆 他是特别典型的那种 那种贵族家庭 娶大富商女儿 大家看唐顿庄园 什么都是这样 他娶的是一个 虽然有一点贵族头衔 但跟他们家没法比 但是有犹太血统的 极为富有的遗产继承人 所以特有前海 娶了这么一个 当然了 刚才说过了 他跟他老婆各自 他双形脸 他老婆一直画 跟那个 但是他老婆最著名的一次 红杏出墙 就是他做印度总督的时候 他老婆和尼赫鲁有一腿 而且他还知道 而且他专门为这事 给他老婆写过信 说鉴于尼赫鲁 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然后又鉴于 我确实有很多缺点在你面前 所以我必须以一个贵族式的 那种宽宏大量 大家知道欧洲这贵族之间 红杏出墙是极为普遍 极为普遍 所以在欧洲贵族中间 吃醋是 吊丝行为 就是谁要吃醋 谁就不是贵族 你是贵族 你还吃什么醋 你也去跟伯爵夫人来 他也去找别的公爵 所以这是欧洲贵族的传统 国王为了跟这个女的来 国王就逼着女的嫁给伯爵 说伯爵 你就成伯爵夫人 就可以进宫了 我就可以跟你乱来 这有的是 可以举出一万个例子 今天其实是第一次 给大家仔细讲讲 欧洲宫廷的一个小分支 因为很多人在微博留言 说你讲讲欧洲宫廷复杂的事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给大家讲 但是我估计大家听了就没兴趣 因为晕得实在太晕 一塌糊涂 居然乱伦的 备份差的等等 一塌糊涂 总而言之 对洪杏出强 表现出了非常好的风度 但是他老婆在1960年去世的时候 全老婆去世都去世 在去印度的途中 就是去度假去 其实估计还是找尼侯鲁去 死了以后 他让他的大女儿 说你赶快把你妈的所有戏都拿出来 仔细看看他跟尼侯鲁 到底怎么回事 生前我的表现贵族的大度 其实心里还有点不舒服 最后他做到了位籍人臣 他做到了他从小的梦想 也是他父亲曾经做过 他父亲以德国人 最早的他的父亲巴腾贝格亲王 就做到过英国的第一海务大臣 他最后也做到第一海务大臣 等于就是主管皇家海军的一切 最后他做到英国参谋长联系会 当然英国不叫参谋长联系会主席 相当于美军参联会主席 他当主席的时候 他居然又要废掉陆海空三军的参谋部 说都归我管吧 你们别分没有参谋部了 然后被军队又愤怒抗议 总而言之 折腾了一辈子 最后是做到了一切他想做的 一切的头衔 一切他想做的 连他没想做他都做到了 最后他没想到一个什么事 他的外甥 他亲姐姐嫁给了希腊的亲王 安德鲁亲王 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居然在达特茅斯 还是贵族 虽然是在希腊是贵族 但是也是英国血统 来达特茅斯海军学院上学的时候 居然被年仅13岁的伊丽莎白公主 看上了 这个他可万万没想到 于是他就更来劲了 因为他本来就是最好的表弟 公主们 伊丽莎白公主都管的叫迪姬舅舅 就最亲的迪姬舅舅 现在迪姬舅的外甥 还被公主看上了 于是他还撮合这事 最后他的外甥改姓 把希腊姓改了 改成他的姓 改成姓蒙巴顿 所以他的外甥改姓了母姓蒙巴顿以后 娶了伊丽莎白公主 后来变成伊丽莎白女王 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爱丁堡公爵 英国的王朝 从一战时期 刚才跟大家讲过 叫做温莎王朝 现在改名了 现在英国王朝的名字叫蒙巴顿 温莎王朝 就是因为女王嫁了 就公主嫁了这位 但是孩子又不能姓他的姓 因为得姓英国皇家姓 所以他们的孩子姓是一个复合姓 叫蒙巴顿温莎 这个王朝也叫蒙巴顿温莎 所以蒙巴顿到混了半天 混了一半 到最后他自己的姓 还搁进了英国王朝里 他还曾经得过美国的专利 什么专利呢 Polo Stick 就是马球的球杆 他的专利 大家知道这个马球是英国贵族 应该说王族最高级的运动 因为每匹马都只上完美金 想让谁玩得起 而且这马球打完了以后 最重要的一个仪式是 所有的贵族小姐太太们 要这样拎着那种大喷群的 跑到那个马球的那个库上 去踩那个草坪 因为马一跑把草坪翻起来了 然后所有贵族的太太小姐们 要上去把那草坪踩平 这是他们典型的贵族运动 这个马球杆 就是他的专利 这个在1979年的时候 由于他常年的度假 他就喜欢二蓝的一个小港口 他老在那儿钓鱼 他咱自己有自己的游艇 这什么都不说了 在那里被二蓝共和军炸死了 这也是二蓝共和军 谋求独立的这个 恐怖习中间最震惊世界的一次 最后摩巴顿举办了自丘吉尔之后 最隆重最隆重的葬礼 大家知道丘吉尔国造是应干的 丘吉尔率领英国人民 在最危险的情况下 在全世界都没有了的情况下 法国也投降了 这个美国也没宣战 独立跟纳粹干下去 鼓舞了英国人民 鼓舞了全世界 带领英国战胜了 然后铁木时期 就冷战时期又率领英国 这个坚决跟东方 这个以苏联为首的战斗 所以丘吉尔国葬 这是应该的 他认为 纳粹大家得干了些什么呢 他最后以跟丘吉尔一样盛大的国葬 下半期 然后包括印度白斯坦都下半期 因为他是最后一任印度总督 以及第一任印度建国以后 还不是共和国 他又当总督 后来1950年印度才变成共和国 所以这个100多国元首或者代表来 唯独没有日本 想到这里 这个中国人民唯一的 这人挺好的 对中国还挺友好 建国以后 74年他来访过 他因为二战的时候 是盟军东南亚总司 所以特别特别恨日本人 所以他最很早就有遗嘱 说我死了 谁都可以来 就是不许日本人来参加我葬礼 所以最后100多国元首 以及元首代表来参加他的大国葬 最后日本人没来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 所以贵族啊 当然贵族有贵族的那种骄傲啊 所以蒙巴顿 是我们这个《妄人列传》里讲的 第一个有趣的妄人啊 他当然他没造成什么重大的伤害给英国 应该说对别的国家 对别的事儿造成了一些伤害 但是总而言之 是一玩裤子弟 是一个 就是大家谁 在他面前 谁也别说自己是富二代 什么官二代 跟他这一笔 含着八个金钥匙 过了这样的一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妄人吧 这个下一期 我们再来讲另一个中国的妄人 当然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吧 这个康耀卫 谢谢大家 哎呀 书也别举了 来吧 如何成为一名女神 在美国 你必须要有足够高的个头 在古代中国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力 比如会补天 会飞天 会打雷 在现代中国 你必须要进入娱乐圈 而进入娱乐圈的方法也有很多 比如你有个好爹 你就成了女神 比如你读了艺术类院校 又顺利毕业 让星汉看上 又经历了黑心制片人 色狼导演 各种无耻潜规则之后 你就成了女神 再比如 你参加了选秀节目 编了一堆感人肺腑的微层故事 让评委选上 又经历了黑心制片人 色狼导演 各种无耻潜规则之后 你就成了女神 什么 你不想遇到黑心制片人 色狼导演 也不想接受各种无耻潜规则 什么 你是男孩 想成为男神 这个 来报名参加 优酷男神女神节目吧 只要你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随时随地都能唱歌 随时随地都能表演 随时随地都能卖萌 哪怕什么都不会 只有一颗想走红的心 恭喜你 你已经具备了 成为男神女神的基本条件 接下来 你只要登录优酷 打开男神女神页面 发送作品报名 长期上万粉丝 就会向你拥来 男神女神 一步成神 正史的里子 严实的范儿 高晓松写手铁无路图书 小说系列从书第二步 强力来写 小说二 国际事业更开阔 变态辣椒精美插画 张花财 破坏的桥 豪宝 邵一辈 文渊阁大学士 独演精彩电影 揭秘欧洲列强 登丑录 带你领略美国任律物 深谈中国千年科举 一起重温大势云集的 八十年代 现已上市 各大网站书店 均有销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